現在是逸豐高中的12號選手 由陳文勝來發球 輪到了逸豐高中6號的廖彥霖來發球 便揚起4號位的進攻 這次的進攻就相當的漂亮 便由到4號的信寒薛來發球 這顆球 第二球修正 交給了3號位子來進攻 這顆掉球打得又是一次非常聰明的 由4號信寒薛來發動 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將會進行的是下一場 一樣是4強賽的第二場比賽 這顆球一樣是扣到了後排 那現在呢分數又再次的有點被小小的拉開 來到了7比3 輪到一豐高中10號的球員發球 這位是林文勝選手 一樣交有4號位子進攻 不過這顆球就有救回來喔 這邊交有後排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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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球 讓比分現在又來到了6分差距 這顆球 有一些危險 再交由後排來進攻 這顆球 在往前突然改變了自己的手勢 這顆球 在往前突然改變了自己的手勢 這顆球的進攻就 讓一豐高中的球員出現了 接噴 的情形 現在輪到的是長藝高中3號的林宇軒來發球 這顆球要小心喔 這個斜線攻擊一樣是 角度很刁鑽啊 現在一豐高中來到了18比7 現在一豐高中來到了18比7 變叫後排4號是很順利進攻 一樣是讓對手一點接噴了 不過又再救回來 長藝高中的救球能力也是相當的不錯 這個球 打得就 又快撕又好看 是從往前的出力 這顆球 直接撲下去救 很漂亮的一次 不過 這邊信涵璇一樣是用他最擅長的虛攻 來騙到了往前的對手 一豐高中這邊要趕快調整 再一次的進攻 這場比賽呢 最後是由一豐高中 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以25比15 25比18 的分數呢 是晉級到了最後的冠軍賽 這場比賽 對手 大胸 好 谢谢大家